所以像這一個 罵祭又衝自己的命 所以最後的果自己得不到 所以那畫路畫群畫歌不管多好自己得不到 意思說他父親的錢 有罵得到父親的錢嗎?得不到 如果這個就這樣 畫路是父親 所以他父親有錢 可是因為六外他能得到父親的錢 得不到父親的錢 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我們再來看乙肝 乙肝呢天積畫路 天積就是頭腦心嘛動頭腦 像機器一樣動來動 像我腦袋一直在動一在動 停不下來 所以天積畫路的人頭腦聰明 應變力很強 人際關係呢也會比較圓滑 因為呢天積 為什麼講天積是人際關係 前面講過天積是乙目 有沒有前面的信仰有講過 天積的五行是不是乙目 乙目就像小曼藤 小樹苗一樣會順著這個大樹往上爬 就像說這個小樹順著貴人往上攀附 所以乙目天積心的人呢 會有所謂的 攀附的一個能力跟個性 天積心 所以人際關係的優惑 因為這一個畫路是好的嘛 所以人際關係優惑 也只帶來他的一種 攀附貴人能夠往上發展的一種 能量運勢 天良畫權 代表什麼 愛管人喜歡當老大 天良呢就是老人心 老人心 然後呢 增強天積執行力 天積心畫路人天積因變也很強 喜歡動頭腦 所以擔心什麼 擔心他的這個執行力不夠 還要有個天良畫權 所以就可以增加天積的一個執行力 幫忙他 指揮畫科 指揮就是貴人權貴嘛 帝王之心 所以能夠接近權貴之人 有助提升自己的理性 因為呢 指揮心是底刑 所以指揮心的有時候 會比較大刀一點 強勢一點 因為他是皇帝嘛 是一個國家裡面最有權勢的人 所以有時候呢 會比較固執強勢一點 他就擔心不聽別人的建議 結果現在天積畫科 就會比較理性一點 就比較能夠聽進別人的建議 比較有溝通能力 會比較強 不會那麼固執 再來 太陰畫季 代表怎麼樣 變成個性的疾躁跟善變 太陽嘛 月亮 初以十五不一樣 對不對 太陽太陰會變來變去的 越圓越缺 所以呢 畫季 這樣就變成那個疾躁跟善變 善變就是因為畫季 其實無時無刻都在變 所以如果你能力可以跟著這個時機 一起 世界一起來轉變 甚至能夠提前知道世界的趨勢 怎麼轉變 那提前做應應 那你把如果掌握世界的趨勢 掌握先機 你只能夠成功順利 那是太陽畫路的一種能量就好 可是太陽畫季代表法是善變 變來變去 而且甚至有時候變錯方向 法不好 然後不利女性 前面太陽畫季不利男生 太陽畫季就不利女生 命宮有太陰天氣畫路的話 這一邊都講是天氣畫路 這一邊的 命宮有天氣畫路的話 大陰塊的機制 是一個很好的參謀人才 可是比較可惜 比較會幫別人賺錢 那別人賺錢 因為通常很好幫別人策劃 你幫別人提供的點子 策劃的一個方向 都可以幫幫別人賺錢 可是結果自己賺不到錢 很奇怪 好像有些人說 建議別人買哪支股票 會賺錢 你要聽到建議買都會賺錢 就自己叫他去買的時候 就說賠錢賺不到錢 就是這樣 很奇怪 所以天氣畫路的人 比較想說我頭腦很好 我會用頭腦去賺錢 有時候就是賺不到錢 別人你幫別人講可以賺錢 自己動頭腦自己賺不到錢 別人賺錢很高興 就是只有忙碌我的份而已 再來兄弟公 兄弟聰明 有智慧 也是一樣很忙碌 因為天氣就會動來動去的 所以是一個忙碌的現象 還有銀行會有現金的存款 而且可以隨時來運用 因為天氣就是一個可以轉變 所以你有錢存在銀行裡面 隨時要去用都可以去用 所以這樣不會像一個定存 定存在裡面就一定要固定的時間 比如三年五年之後才能錢拿出來用 不能動用 可是如果是天氣畫路 全存進去 他不是定存 我隨時可以用都可以用 是差別在這邊 夫妻公 他也有一樣有智慧 還有可能會有宗教信仰 因為天氣是乙木 乙木這種人就比較有一種 好像除了貪腐能量之外 他也會比較對神明有一種信仰性 那他就像神明一樣 就像可能是我的貴人 所以當我有困難來的時候 我就去參與宗教這個活動 然後去參拜神明 那透過神明的這樣貴人 就會對我幫助 所以天氣有時候也是一個宗教信仰的意思 夫妻感情好不好 也不錯的很融洽 還有呢 配偶對事業也會有一個很好的建議 因為天氣就是一個很好的參謀人才 所以你自己本身在進行事業 做事業做工作 如果碰到一些困難 一些問題 不妨請教一下你配偶對這件事情的意見 有時候他們提供的意見 就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解方 讓你這個事業的困境可以突破 子女工 子女聰明、活潑、傲動 但是子女不多 而且得小會比較有詞 子女不多 而且得子的詞 是因為本身天氣是一種盲目的現象 盲目就是一直運轉 一直運轉沒辦法休息 沒辦法停下來 要得子就是要一段時間 好好的去能夠去進行感情 甚至我們講說要懷胎著床 一定要著滿幾個月的胚胎才會穩定 才有可能能夠懷孕得子 那既然天氣在子女工的動心 代表懷孕著床的就會比較有問題 比較難以著床 就要小心這種問題 所以子女工天氣心就要注意這種狀況 有時候可能是這個胚胎比較難以著床 造成得子會比較晚 或者子女比較少 所以如果子女工你女命 子女工有天氣化入的人的話 你就要小心 本身要懷孕之前 要自己做各種安胎 或者產生檢查的問題 了解一下自己這個子宮 是著床上面比較有狀況 再來財博公 必須要靠智慧頭腦才能夠賺錢 所以天氣心是在財博公的 你叫賺智慧財 頭腦才 結合公 天氣化入 很聰明很伶俐 我前面講過 父母公是這個所謂的相貓公 來自於父母的遺傳 所以父母遺傳就是說 如果你父母公好的話 代表得到父母的遺傳是好的遺傳 所以會聰明 比如說化弱 那因為父極一條線 父母公結合公是不是一條線 所以極二公好是不是一樣會照到父母公好 就是父母公會得到極二公好的四化的幫助 那如果父母公有好的四化 那是不是極二公會得到父母公好的幫助 所以情況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極二公 你的父母公有好的四化 那極二公得到父母公好的四化的幫助代表什麼 因為你的父母有好的遺傳 所以讓你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那如果極二公本身有好的四化 那是不是對父母公有一個幫助 所以代表說 因為你的脾氣修養好 所以造成你的這個頭腦會比較能夠冷靜下來 所以會比較有智慧 那這種東西來自於自己的遺傳 還有這個父母公極二公 可以說父母公是父母公帶給你先天遺傳下來的一種基因 極二公是你後天自己生下來生活之後 自己每天有沒有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健康 有點算是後天的保養 如果父母公極二公陰陽上面來看是這樣 所以父母公是先天得知於父母的遺傳 極二公是自己後天對自己健康上面的這個保養 你有沒有常常運動啊 有沒有吃這種營養豐富充足的食物啊 這些是看極二公代理的 好 所以極二公有天氣化入 第一個聰明伶俐 可是要小心什麼呢 小心手腳四肢跟肝膽方面的問題 因為天積心它屬乙目 所以在人生的部位就是手腳 四肢手腳會動 我們人是不是看到手腳會動 我講一下我跟你們講課 我也是這個比來比去 或者用手寫 對吧 手腳是我們人體裡面最為靈活運動的一個部位 還有呢 因為它屬乙目 乙目呢在我們這個五藏六國中藝來講的話 木頭就跟肝膽有關 肝膽有關 是這樣的情況 我講了齁 牽液公會怎麼樣呢 喜歡出外 這種化入在牽液公也是喜歡出去 可是是很喜歡 出去就很高興 出去吃樂樂樂玩玩樂樂啊 非常的高興 還有呢 會多外出賺遠方的錢財 化入就是錢財 那既然在牽液公 所以公跟公和解是不是 賺遠方的錢財 好 陸浮公 所以牽液公 有天積化入的 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業務員啦 可以做業務員 而且最好怎麼樣 常到國外出差 越遠方的錢財越好 陸浮公 交友朋友層面也會蠻廣 但是呢 朋友關係多變動 難長久 因為天積就是一種變動的情況 所以朋友關係多變動 比較難長久相處 再來 官路公 天積是適合從事行銷企劃 還有動腦方面的工作 還有我們考慮做什麼 宗教跟哲學事業方面也蠻適合的 所以像這一個 就是要靠動頭腦 其實像我們命理來講的話 有點像是這個動頭腦的行業 天氣化入 可以做命理也算是合格啦 再來 天災公 住家附近有宗教建築 我們前面講過天積跟宗教有關 所以如果你天災公有天積化入 就代表住家附近 會有靠近宗教建築物 還有呢 能夠自己自採 自己買房子啦 還有住家會比較多變換 變換一個是常搬家 另外那時候怎麼樣 比如說自己的房子 常常買一些新的家具呀 換一下位置啦 這個臥房的臥室也常搬來搬去的 這也都算是住家多變換 福德公 人生理念會比較特殊 比較特別一點 為什麼 因為頭腦跟人家不一樣 頭腦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理念比較特殊一點 能夠靠智慧還有計算得到錢財 天積也跟數字有關 所以天積化入人 通常數字的能力不錯 所以錢會算很細 比如說這個投資外幣 投資外匯 賺差價 那個一分一好 都算很精細 因此在上面就可以賺到錢 父母公自己聰明 還有跟父母長輩有緣 父母比較常會出外 因為天積就是動心 所以父母公有天積心 父母比較喜歡在外面跑來跑去 在家時間會比較少一點的 好我們看看 天積是個天積的 天積是個天積 你還會出外面 我還是要不斷 臨 天積是個天積 天積